各位朋友好 今天要来聊聊母语这个议题 请先看这个新闻 这是韩国瑜的妻子李嘉芬的一段谈话 那新闻报道出来后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三例新闻 明显偏略的一个媒体 所以等于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来解读 那当然 新闻本身播出来是他讲的话没问题 我们先看看他讲了什么 再看看前面 所以就是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主张说 母语他跟韩国瑜一样强调英文教育英语教育的重要性 认为说母语的话 我们自己在家里跟长辈就在沟通了 为什么还一定要在学校强制大家来学呢 那这样的说法一出来之后 马上就周到了一些人的炮轰 请各位看看这一则 这是一个一则脸书的贴文 贴出者 这位是主角 然后还有另外79个人 他们是来台湾的新著名配偶 那他们认为说 他们被歧视了 他们觉得反问 学习妈妈话 为什么要被韩国瑜歧视 然后就是李嘉芬的谈话 不要在学校学 可是他们就说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歧视 不尊重 对台湾所有非华语族群最严重的歧视 下面就是他的理论 那在他们看来 简单来讲 意思就是说 他们认为 李嘉芬这一套 母语在家里讲就好 为什么一定要在学校强制学的说法 是一种歧视 可是到底是不是歧视 我们就要回头仔细想想 韩国瑜还有李嘉芬两位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主张 这样的主张 到底用意是什么 有没有才能了解说 这样子到底有没有歧视 那接着再请各位回顾一则影片 这是韩国瑜去年在选高雄市长时提出来的 我们可以更了解 到底为什么他们会提出这样的主张 将来高雄的孩子长大之后 他的挑战竞争者绝对不会是台南台中 也不是高雄 也不是台北基隆 直接要面对上海的挑战 新加坡甚至巴黎 下一代的挑战 你怎么定位下一代这个城市 我们下一代的孩子 如果没有中英文俱佳 在人生竞赛上会吃大亏 所以我在想 我们每一个人家米南语 客家语 原住民语 大部分都在家里 爸爸妈妈 而且还是母语吗 今天年的话妈妈选 那明年私人编的是九千万的预算 高私人编九千万母语教训 如果把九千万拿出来 你爸爸妈妈阿嬷阿嬷教客家话 我检定这个孩子 OK了 我把奖金发给这个孩子 如果交原住民话 我把奖金发给原住民 米南语也是一样 母语鼓励你在家里学 还有妈妈是越南 新住民也可以 加入简定 我们把奖金发给 可是学校时间有限 教育资源有限 我们只能够中英文刷语教育 如果不这样去做 高雄市没有机会做国际化大城市 各位朋友 看完这段影片 了解韩国瑜的用意了吗 他的重点就是说 因为学校时间有限 你再怎么样一天 了不起八个小时 然后周一到周五 四十个小时 国文课之外 语言课之外 英文课 然后社会 社会领域分成历史地理公民 然后自然领域 物理化学 然后还有数学 这么多的科目 请大家想想看 语言这部分能够分到多少时间 如果母语课 要出来 那势必就会排挤到 其他课效应 这时间 包括国文英文都很少排挤 然后加上资源的问题 所以韩国瑜他强调说 基于竞争性的理由 我们必须要重视英语 但是他并绝对不是说要让母语消灭 反过来讲 他讲得很清楚了 高雄市政府九千万元的预算 他愿意拿出来说 只要你在家里学了母语 那我就给你这个奖励 通过只要你通过这个相关认证 母语认证 就给你奖励 换句话说 不在学校教母语 并不等于说母语就是要让他 放在他自身之面 让他消失 让所有的小孩 下一代都不会讲 并不是说只有在学校 强制每个人一定要必修母语 才能够让那个母语被保存下来 你今天用奖励的方式 鼓励大家在家里学 然后通过认证 然后获得这个奖金奖励 那一样会有人愿意学啊 为什么不会呢 我们今天一样的道理嘛 大家想想看 我们今天原住民族 很多朋友 他们通过了族语认证之后 在考试啊 可以获得一些加分 那所以很明显的 也有不少原住民朋友 就是这样子 去学自己的母语 然后通过考试 那既然原住民可以这样子 那么为什么 闽南人也好 客家人也好 或是越南等等 其他国家新住民也好 不能够用类似的奖励的机制 然后让他们在家里就学好母语呢 为什么一定要在学校 用必修的方式 让他们学母语 才叫做尊重他们 才叫做不是歧视他们呢 我实在搞不懂这个逻辑 好 那今天 照我们那个几位新住民的朋友 那个姓范的 也是的讲法 他认为说 不在学校上必修就是一个歧视 好 那我请各位思考一个问题 全世界一百九十几个国家面 绝大多数个国家的语言 都是不相同的 甚至同一个国家面 也有各式各样的民族 每个人的母语 其实也都不太一样 我们不要讲什么外国 好 我们就只要讲中国大陆 请大家想看 在中国大陆 你讲藏语 跟你讲汉族的语言 湖南话也好 山东话也好 能够相通吗 完全不相通啊 不只藏语跟其他汉族的母语不相通 你甚至我刚刚讲的 我们讲山东话也好 湖南话也好 广东话也好 彼此之间也不相通啊 甚至同样是福建 请大家想看 福建 闽南话 包括我们台湾讲的 还有金门讲的 来自明北 福州 马祖 连江那边讲的 明北话跟闽南话 两者之间其实也有一些差异 也没办法都听得懂啊 所以换句话说 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地区 居住的民民里面 众多人的民民里面 本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母语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我们要用学校必修 常治每个人都要学习母语的方式 来教学母语 来让母语传承下去 会发生怎样的结果呢 最明显的一个后果就是 有一些人会被迫学不是自己的母语的 怎么说呢 请大家想看 我们今天在台湾这边 好 就算把新住民越南等等的 他们的语言都在学校都拿入了必修课好了 那问题来了 难道我们在台湾里面就只有这几个东南亚国家的新住民吗 那今天如果说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如果是欧洲的国家 我们有瑞典人 瑞典配偶嫁来了台湾 然后他生下小孩 那请问他的母语如果他想要学瑞典话 难道我们也能够教他吗 好像有点难度吧 我们请得到相关老师吗 那或者再随便举例啊 如果今天是阿拉伯国家的那个配偶 人民架来还弯了 然后一样他的小孩想要学他们的母语 阿拉伯语的时候 学得到吗 一样未必学得到吧 真的能够每个学校都找得到老师吗 你今天如果是在台北的一些国小 可能相对的师资比较容易找到 但如果很不巧 刚好这些比较少数国家的小孩 他们在一些南部啊 或中部或东部的一些乡下里面小学 然后他们想要学他们自己的母语 对不起 很难找到相关师资 那么如果你又用强制必修的方式 规定每个人都一定要选择一门课 当自己的母语来学 可是你的母语又找不到相关师资的情况下 学到没办法开相关课程 那么请问结果会是怎样 结果就会出现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 号称是母语课程 但是结果你学了母语 你学了语言 却不是你的母语 而是别人的母语 不止我刚刚说过的 可能什么瑞典配偶的小孩 或者阿博国家的小孩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我们讲汉族就好了 大家想想看 1949年 大量的中国大陆各省的民众来到海湾 包括我自己的爹爹奶奶 也是当时来的 也就是所谓的外省人 那到今日之后 我们外省第三代 我们的母语是什么 我们的母语很多人 除非他们有跟闽南人啊 客家人或原住民通婚的话 那这样没关系 确实闽南话 客家话也可以 或原住民员也可以算是我们的母语 毕竟只要是父亲或母亲那一边的 讲任何一边讲的 理论上都可以算 可是有些人可能不是啊 有些人可能刚好 父亲那一边或母亲那一边 通通都是大陆各省当年来的民众啊 都是外省人啊 换句话说 如今有了小孩 可能他的母语 或者是山东话 或者是广东话 或者是河南话 总之都不是 既不是闽南语 也不是客家语 也不是任何原住民族 任何一族语言 同样也不是现在民党政府纳入课纲 可以必修选择 必修 课程可以选择的越南话等七个东南亚国家语言 那我们对这些外省小孩而言 他们的母语课要学什么 我们的学校并没有开设相关的诗资 相关的课程给他们选 让他更谎论相关的诗资啊 那么就很荒谬啦 一个可能父亲 他是那个父亲那边是广东的 然后母亲那边是河南那边的一个小孩 他的学校他学了母语 结果却是要嘛是闽南话 要嘛是客家话 要嘛就只要去学现在新著名的语言 越南语之类的 那么 这是不是一种另类的对于少数的压迫呢 你强迫他必须要选择一个 不是他母语的课程来当作他的母语 这是什么奇怪的做法 其实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只有台湾才会存在的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因为再怎么样子人口众多的国家可以找到再多狮子的国家 他们都是一定有比较乡镇的地方 外国人比较少的地方 不可能说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学校 只要你想学母语 然后用必修的方式 任何一个学子都可以找到他自己母语的相关的老师来教你的母语 那如果我们是用必修的方式 造成的后果就是 有一些小孩可能要被迫学一些不是他母语的课程来当作他的母语 那我们想想看啊 本来母语教育的精神是什么 就是要传承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 避免说因为身边都是一些多数强识族群的影响 然后导致你们自己的少数的语言族群文化比较断绝 就被同化了 要避免这个被同化现象 可是结果如同我前面说了 就会造成各种被同化现象 那么这样子显然就失去了母语教育的意义了 所以今天反过来讲 我们如果照韩国语的方式 你就会不在学校教 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的母语 在学校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师资 可是只要我们在家里 我们愿意跟我们的长辈学 然后国家设法给你办一些相关的认证的机制 通过之后就给你奖励 那这样子不是反过来可以更确保 几乎所有的族群都能够有机会 获得在母语上面获得公平的对待了吗 而不是只有少数可能人数比较多的那些族群 他可以获得这样的机会 例如说像现在闽南人可能没问题 客家人可能也比较还好 可是我们今天不用讲到什么外省人了 我们今天讲到原住民族好 今天如果说是在原住民比较密集居住的地区 或许没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在都市之内 请问各位一位撒奇拉雅族的小孩 他如果住在台北市市中心的 然后在某一个小学面 他要必修母语课程课 要选一门 他有办法选到 找到撒奇拉雅族老师来教他吗 学校找到相关师资吗 你今天台北可能 运气好搞不好找得到 那今天如果 很不幸的话 在他住在澎湖 澎湖找得到吗 他如果住在金门 金门有可能找得到吗 那么结果 是不是导致他就反过来 他只好被迫去学别人的族语 但是 如果说今天照韩国际这样的方式 不在学校必修 而是用这种奖励的机制 让你在家里学的话 既然是母语 理论上 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当然都有可能会讲 那就算爸妈不会 你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是不是也都有可能会讲呢 那如果用这样的 本来如果没有奖励的机制 确实可能小孩子不太见不见得会愿意去学 但是有这样的机制的情况之下 当然可以增加他们学习的诱因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 对一个公平的做法 而不是只优先保障说 我们那些多数的族群 你们的母语 我们学校就一定会教到你们 那我们那些少数的 不管是外省人也好 或是现在好像比较少的外国人的小孩 什么瑞典人 或者什么捷克人 或者是非洲的什么 奈吉利亚人 肯雅人也好 对不起你们就被迫去学别人的母语吧 所以 韩国约做法 反而是比较公平的做法 而不是歧视 强迫少数族群的人 去学别人的母语 来当做自己的母语课程来学习 这样才是真正的一种歧视 对 那今天 所以他们这些新著名的 这一套理论是错了 如果说 你们认为不在学校必修教你们母语的话 就说歧视 那我请问 世界上一百九十几个国家面 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做到 让他们国内所有的小孩 都能够在学校必修母语课程 选择到自己族群的母语来当做必修的母语课程呢 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到 那么照你们这样的逻辑 是不是你们也要指控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歧视了呢 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下次再继续分享咯 以上